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成员之一,越南在历史上长达千年的时间都是属于中国领土,这段历史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北属时期,那么,越南是如何独立出去的? 独立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越南和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,越南自称小中华,曾以正牌小中国自居,但是现在很多越南人对中国又爱又恨, 越南一方面承认曾被中国统治了一千多年,一方面又说中国侵略了越南,强占了越南的领土,越南一方面全面学习中国,一方面又对中国带有敌意。 越南人的这种矛盾心理让很多人感到迷惑,摸不着头脑,在中国人看来,中国对于越南是有大恩的,越南共产党是在中国广州创建的。 越南国父胡志明曾长期在中国生活,中国圆越抗法,帮助越南打跑了法国人,结束了越南的殖民统治,后来又抗美元院,帮助越南打跑了美国人,实现了国家统一,新中国成立后,就给了越南数百亿美元的援助。 这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,是一笔巨大的开支,中国曾经在南海划出了十一段线,在中国把北部湾的领海划给越南后,才缩减为了九段线,但越南在中苏冲突的时候,没有选择中国而是投靠了苏联,越南不顾中国劝阻入侵柬埔寨,中国这才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,越南和中国还有过领土和领海纠纷,还爆发过海战,现在很多中国人也不明白,为什么中国对越南那么好? 越南却总是防备敌视着中国,还偶尔爆发冲突,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,是中越两国间的四次北蜀和四次背叛,先说说越南的由来,越南曾是中国直接管辖的领土,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的藩蜀国。 越南的国家名称都是中国清朝政府起的,根据越南的神话传说,越南的历史开始于安阳王时期,安阳王本名叫做蜀叛,他原本是古蜀国的王子,是鳖林的后裔,鳖林是中国古蜀国的国王,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从地。 在公元前316年,秦国灭亡了古蜀国之后,蜀叛辗转到达了现在的越南北部,建立了欧和国,自称为安阳王,建都于古罗。 古罗就是现在越南河内的东英县,从这里看,越南人是承认自己是古代中国人的后代的。 此后,中国一共四次直接统治越南。 时间长达1000多年,第一次是在秦朝和汉朝时期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继续南征百越,北极匈奴,开江拓土占据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。 为了便于管辖,他在当地设立的巷郡、桂林郡和南海郡三郡,其中这巷郡就包括了今天的云南移贵州的部分以及越南的北部。 汉朝的时候,又将越南地区专门划了过来改成交纸郡,这也是越南第一次进入华夏版图。 秦朝灭亡后,天下大乱,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驼趁机占领了南海,桂林以及向郡等地,自立为王,建立了南越国。 赵驼在位时期,参照秦治,在越南实行了郡县制,实行编户制度。 那时候,很多中原人到了越南,赵驼鼓励中原人和越人进行通婚和融合。 现在很多越南人都有中原人的血统,南越国建国以后,就独立于中国了,直到公元前111年。 当时,西汉攻灭南越国后,在南越设立了交州,交州是当时汉朝13个州之一。 交州一共有9个郡县,分别为南海郡、河浦郡、苍吾郡、玉林郡、珠牙郡、丹尔郡、交纸郡、九珍郡、日南郡。 汉朝在直接统治越南的时候,也实行了同化政策。 鼓励越人和汉人通婚,在越南强制征税,不过呢,在公元40年,也就是在汉武帝时期,交纸郡爆发了争氏姐妹起义。 他们自立为王,想独立于汉朝。 汉朝派了福波将军马园前去征讨,马园带领大军连续作战。 在公元43年就平定了叛乱,越南又回到了中国的直接管辖。 这一段时期,在越南被称为第一次北属时期,唐代交纸地区为安南都护府,近海军节度使管辖。 只是到了五代师国时期,越南才得以趁机独立建国。 对于宋朝而言,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。 在宋朝看来,交纸之地是汉唐故土,无权独立,其政权只是一个割据势力,是势必要消灭的,只是由于北方辽国等的牵制,使得宋朝迟迟不能动手。 公元968年,丁布领建立大齐越国,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独立政权。 当时的丁朝还在向诗国中的南汉朝共。 宋朝灭亡南汉后,公元973年,丁朝向宋朝共请封,出于对当时刑事的考虑,宋太祖接受了丁氏的朝供,封丁脸为简教太师,冲进海军节度使,安南都护。 公元975年,又加封交纸郡王。 宋朝封给交纸的头衔显示了宋朝不承认交纸是独立国家的态度。 当时宋朝对高丽、战成、三佛旗等向宋朝朝供的国家,都给予国王的封号,唯独交纸仅为郡王。 进海军节度使,安南都护。 从封号上看,只是宋朝的一个藩阵。 当时宋朝仍普遍认为交纸属于内地,是迟早要统一的。 到了宋太宗太平新国四年,979年,交纸丁朝内乱,大将黎桓善权。 宋太宗认为这是收复交纸的良机,便令支雍州侯仁堡准备出征,结果大败而归。 此后,宋朝在北伐辽国的战争中,又遭到惨败。 不得已于公元993年封黎桓为交纸郡王。 正式承认离世政权,宋太宗死后,宋真宗,宋仁宗奉行对外西式名人,委屈求权的国策。 不仅与辽国签订禅渊之盟,承认辽国对幽云十六州的战友,对西夏绥靖,丧失西北大片领土。 并且对南方交纸也妥协退让。 到了宋神宗即位时,宋朝对交纸的政策发生了变化。 宋神宗是北宋最有作为和宏图大志的皇帝。 宋朝人说他神宗即统,才雄弃英,以幽济云朔轮于契丹。 陵下河西专于拓拔,交纸日南至于李氏。 不得西章至官吏,收集负义,比于汉堂之境。 由有为全身又为耻,遂凯然有征伐开拓之志。 在宋朝人看来,沦陷于辽国的幽云地区,沦陷于西夏的陵下,河西地区和沦陷于交纸里朝的越南地区,是三块最大的师地。 宋神宗有着将之全部收复的志向。 宋神宗任命的宰相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志同道合,不同于北宋的多数文官。 王安石是唐朝的粉丝,向往开源盛世,极力主张宋朝应当收复汉堂旧江,也就是要一路打到西域去,恢复唐朝全盛的国土。 西宁九年二月,宋朝任郭奎为都总管统兵,水路并进,并联络战成和真辣两国三路合计交纸。 郭奎二月任命,三月到广西,至十月宋军才大规模进攻交纸境内。 西宁九年十月,宋江燕达攻取广元州,今越南高平。 宋军接着在傅良江北大破交纸军,十二月二十一日抵傅良江,两军决战,结果宋军未能突破交纸军防线,而由于不适应当地气候,宋军民夫死亡严重,被迫撤退。 西宁战争以后,宋朝彻底放弃了收复交纸的念头,再没有对交纸用兵之意。 西宁十年,一千零七十七,交纸上表,次年入供,双方恢复关系,到了南宋时期,最终于纯夕元年给交纸册封了国号, 交纸至此彻底宣告独立,后来的元、明、清三朝都曾经发兵试图再度把安南归拢回国。 尤其以明朝的力度最大,明成组派几十万大军攻灭安南,设立军线进行直接统治,使越南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。 但终于因为分离太久,离心力太强,以至于不能维持。 到了明宣宗时,宣宗考虑到数年以来,一方不敬,与秦王师,便将所有明朝军队从越南全部撤兵。 从此,中国才彻底地失去了这个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郡线,变成了一个王国。 从此安南变成了越南,和中国永绝。 剑桥中国明代史,对此事评价道, 这时,越南已成为一个具有十分相似的,并拥有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成熟的管理体系的国家了。 越南已具备了足以抵御被并入中华帝国的独特的文化特性和资源。 越南当地土著,本来是洛越人,是百越一支,语言上属于壮动语系。 秦朝时,中国征服岭南,占领了越南北部,并开始向越南移民。 东汉初年汉越矛盾计划,当地人造反,汉朝派马园进行镇压,彻底铲除了土著势力。 以后越南北部三郡就不断有汉人移民,并在根本上改变了当地人口构成。 在当时人眼里,越南和内地没有区别。 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时,越南也建立了割剧政权,宋朝赵匡印黄袍加身后逐个灭掉割剧政权。 但是两次攻打越南都反被越军击败,以后统一越南的计划就被无限期割制。 阿南经过370多年的时间,逐渐从在交州实行封建割剧过渡到了称国,称王,称帝。 参照中原朝廷的体制建立了朝廷制度,到了南宋宋孝宗时,正是召赐国名安南,封南平王李天作为安南国王。 软弱的两宋终于把中国的一个省培养成为了一个国家。 越南于国号上的另一次重大变动,发生在1802年,也就是清朝的嘉庆七年。 软服应寻惯例示好清廷,请求且请改国号为南院,清廷高层对此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。 结果只允许继续使用安南,却不同意用南院,后又松口允许其使用越南为半国号,并册封软服应为越南国王。 越南之名,自此而始,综上所述,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影响不可谓不大,从早期的娇治,安南等称谓,到越南沿袭中原王朝的制度,再到如今沿用了两百余年的越南一号,在越南,你甚至能够看到中原的影子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